美国疫情仍然难以控制 确认人数已经达到74万多 特兰普政府却一再坚持迟早开放经济 真正目标就是制造经济复苏假象 已赢得11月大选 特兰普甚至不惜不私的社会在网上带节奏 攻击那些坚持有条件复工的周氏首长 把疫情当成筹码进行政治赌博 在国际上更企图将疫情大锅甩给中国 甩给WHO 甩给一切他认为可以甩的对象 不过这锅实在太大 大到美国政府举不动 硬甩的话早会砸到自己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觉得 这是为美国尽效的好机会 尤其是五眼联盟成员 及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日监表示 要在疫情过后重新审视英中关系后 澳大利亚也跳了出来 澳大利亚外政配恩19日 接受ABC新闻台采访时 以五学者般的表示 疫情将在某种程度上 改变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 疫情过后将重新审视澳中关系 他还说 澳大利亚与美国有共同的疑虑 他高度担心中国的透明度 并反对由世界卫生组织 开展对病毒起源的调查 然而在1月29日 佩恩与瓦伊外长通过时说 澳大利亚政府坚持支持中国政府 和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对中方在应对疫情过程中 公开透明的与国际社会及时分享信息 积极开展沟通表示赞赏 是什么力量令他吃掉了自己说过的话 不惜自打自脸 这些政客有自己的主见吗 真有独立思考能力吗 完全没有 只有不顾脸面的政治战队 两个月前 他称赞中国应对疫情公开透明 因为当时特朗普也是这样说的 两个月后 他污蔑中国信息不透明 因为特朗普也是这么说的 澳大利亚不是主权独立国家吗 那他到底是澳大利亚外长 还是美国国务员外派官员 2017年12月前总理 特恩布尔曾激动的喊出了 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口号 表示要独立自主了 没几个月代数又躺下了 站着太累 2018年8月 莫里森上台后 限制中国通信企业 在澳商业活动格外卖力 对自己国家森林大伙 则停止认知 澳大利亚政府还打算 把中国林配件 从武器基础设施进食中彻底提出 说的他有能力甩开中国企业 搞武器一样 征服的是愚蠢民众奔上 武器在澳大利亚成了环保公敌 你开心就好 这次疫情爆发 澳大利亚受到的影响 相对欧美而言 并不十分严重 毕竟地光人稀海阔天空 到昨天为止 确准6547人 死亡67人 但澳大利亚经济遭受了重创 澳元贬值 出口和旅游行业面临危机 连房地产业都陷入低迷 澳大利亚经济建议册 经济低迷将持续数月 好笑的是澳大利亚又把振兴房地产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 想利用澳元贬值机会 吸引中国买家来购房或投资 实际上澳大利亚其他行业的经济复苏也离不开中国 但属的天真在于他相信可以将政治和经济分割 一边跟着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 一边又跟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合作 自贸易战以来 澳大利亚根本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点 内部也是争吵不休 澳大利亚十年内已经换了六位总统 证据相当不稳 无法制定一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长远政策 往往是来回倒车做无用工 陆克文 吉拉德 还有特恩布尔 莫里森等各界政府 各有各的药方 但总是吃错药 奥巴马制定重返亚太计划 搞TPP 澳大利亚跟着上 建美奥同盟 自弹身价 洋洋得意 把爪子伸向中国南海 一个剪牙毛的香巴佬 也开始大谈什么太平洋战略空间 2017年1月23日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 澳大利亚都失崩了 老大哥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24日 特恩布特总理公开呼吁 中国接替美国组建TPP 中国就当没听见 接下来三个多月 澳大利亚再也不提南海问题 中国对取代美国领导TPP 仍然毫无兴趣 但属于是又可要了 一个劲的往特朗普怀里钻 积极加入印太战略 2018年 美国发起贸易战后 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里面最中心的 直接跟着美国拒绝武器 中澳关系越来越低迷 高层互动中断 澳大利亚为美国利益得罪最大贸易伙伴 而且是一个对澳态度友好的国家 简直不可领域 中国从来不干涉它的内政 反而是澳大利亚政客不断大呼小叫被干涉 甚至炮制间谍案闹剧 一直干涉澳大利亚内政的就是美国 澳政局越不稳定 美国上下起手的机会就越多 澳大利亚舆论妖魔化中国 无非就是给美国干涉打掩护 配合美国甩锅 一天期间 澳大利亚国内掀起了一股 带有种族仇视的舆论风潮 一方面 媒体说中国将因一起无法制造卫生纸 搞到澳大利亚人到处疯狂抢购卫生纸 17日 还有一个抢4800包卫生纸的沙雕 来商场退货 把商场老板气得保足口 4月初 新尼陈区报和墨尔本市集报还捕风桌影说 中国人四处收刮澳大利亚医疗物资 运到中国防疫 这还不算 当中国向澳大利亚提供防护物资时 这些媒体又说 中国想借慈善活动 扩大政治影响力 反正中国做什么都是不怀好意的 另一方面 一些政客对中国带有敌视心态 4月14日 新南威尔士州的瓦加瓦加市议会 通过决议 决断与昆明的友好城市关系 理由是中国传播了病毒 搞得市长都莫名其妙 16日市长向昆明道歉 撤销议会决定 澳大利亚街头也屡屡出现 针对华裔的暴力行为 中国留学生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戴不戴口罩 只是借口 洗净你是原因 是种族 15日夜间 澳大利亚大学还有两名亚裔女学生 会两名白人女子殴打 社会上针对亚洲面孔的紧张气氛 除了媒体煽动 政客也是功劳不小 澳大利亚政坛连赞扬中国的声音都容不下 工党上议院议员莫泽尔曼前几天称 中国对抗疫情强力和果断 结果遭到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乔迪麦凯的批评 澳内政部长彼得达顿还强烈谴责莫泽尔曼 并要求他离开议会辞去职务 达顿说 议员不能效忠另一个国家 而同时假装效忠本国 达顿17日对天空新闻表示 在美国公布病毒来源调查结果后 澳大利亚对待中国方式将会改变 这家伙还有很多恶毒的诋毁 都是配合美国甩锅的 加上外交部长的威胁 澳中关系言论 说明澳大利亚一些内阁高官 正在借着疫情为美国充当舆论打手 他们到底在效忠哪个国家 自己心知肚明 方子腾温公下有言 以身为政者切副之道也 意思是说 小切奴婢地位低下 只能靠谗言献媚 因为顺从博取主人欢心 澳大利亚一些政客所言所行 不正是切副之道吗 中国总是希望它能迷途知返 对澳大利亚留有余地 它却克里要似的跟着美国瞎跑 美国是什么国家 美国要是恶风了 能把袋数变成烧烤 澳大利亚什么时候站起来过 不是一直跪在美国面前 那还不如请华盛顿直接派个总督过来 何必挂着那块民主自由的癥结排放